雲端產業商機也相當被看好 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 目前正在推動一項育成計畫 準備以大企業帶動小公司的創業模式 協助小公司打入雲端產業 今年這一項育成計畫 再度聚集了10家導師業者 希望能夠發掘雲端產業的明日之心 當全球都在封雲端產業的時候 台灣身為科技產業的重鎮 怎麼能落於人後 為了發掘雲端產業的明日之心 由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 舉辦的台灣雲鼓雲豹育成計畫 10號宣布第二屆的計畫啟動 會集到包含中華電台達電在內的 10家重量級業者擔任導師 要帶領小公司創業 那我們在系統軟體以前的琢磨不多 所以我們藉著經濟部 提供的這個科專的計畫 過去幾年來我們在努力的 去培養一些雲端系統軟體的人才 這個包括在資社會 公園院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希望藉著這樣的機會 我們把這個人才的缺口 能夠補起來 讓大企業帶動小公司 以合作代替競爭 不過台灣過去的雲端產業發展 太過偏重硬體 專家認為接下來的重點 將是如何讓軟硬結合 其實台灣的硬體是 全世界最有名的 因為我們最會做硬體整合 那我們現在是要軟硬整合的時候 這邊我們要持續加強 才有辦法提升我們的附加價值 為了讓軟硬結合 國內就有大廠 左手開發軟體 將在第三季推出 適合中小企業的儲存雲端解決方案 讓雲端服務推廣到更多的領域 從台灣企業界積極搶盡市場 不難看出雲端產業已經是 兵家必增之敵 近期日報 蕭炮欽 台北報導 小企業的儲存雲 在那邊 我們要看